熟悉的时间 熟悉的部落战 部落战目前比分47比63 所剩时间还有不到半小时 反正我是不慌的 对面现在可能以为是稳移了 趁着对战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 我们就直接来扭转大局 OK 第一把三星成功拿下 第二把也是三星拿下 对了 如果大家想玩国际服 但是没有账号 又不想重新再玩一个账号 可以去一手游里面入手一个国际服账号 一手游里面各个阶段的国际服账号都有 价格也比较便宜 安全也都是有保障的 感兴趣的可以去一手游入手 随之连续五把三星的拿下 现在比分也是被拉到了64比63 还需最后一把才能稳住胜利 最后一把是11本打11本 这个11本的阵型四路五在中间 鸟炮也在中间 这个阵型比较奇怪 没事 无所谓 直接发起进攻 开局 下面先下天女 然后下个超大局开墙 然后四脚拉到左边 左边先下黄毛退线颈 然后再下投尸车 对面说王都在下面 天女的压力是有点大的 对面蛮子过来了 狂暴给天女处理 对面蛮子 右边给个法师断鞭 趁着天女再处理对面蛮子 下个气球去探一下前面有没有黑雷 然后左边给个龙堡断鞭 天女过来处理架龙炮了 单头锁了女皇 冰斗法师动一下单头 不过有一个问题 女皇的走向好像是要歪了 天女肯定是不可能回头了 下冰人和蛮子进去处理单头和对面女皇 赶紧补救一下 下个超大局打开右边区域的城墙 待会好让天女进去处理防御建筑 天女这边顶不住了 给天女狂暴法术 左边蛮子直接开技能 垂对面女皇 左边单头蛮子应该也能处理 蛮子的血量还有很多 下个超大打开里面鸟炮的城墙 看一下蛮子能不能进去处理对面鸟炮 右边天女下一个气球 帮天女探一下黑雷 然后上面下两个气球 拉出对面的援军 天女这边感觉顶不住了 下有王跟着天女 对面援军是超级亡灵 狂暴给天女抬高女皇的血量 超级亡灵过来了 都要给超级亡灵 然后冰冻法术动一下超级亡灵 下面的鸟炮也是被蛮子顺利的摸掉了 现在所剩时间马上要到一分半了 天女这边的推进节奏还是比较慢 最后一瓶狂暴还是给天女 左边下亡灵清理投石车后面的建筑 投石车援军也是出来了 上面得开始下狗球部队收尾了 上面先下狗 然后下气球 左边也下一部分气球 上面狗球部队下亡灵 跟上清理建筑 然后看一下勇王能不能过来跟狗球部队 勇王手上是还有技能的 熔岩猎犬这边肯定是扛不了多久的 熔岩猎犬被打爆了 勇王也是过来跟狗球部队了 勇王的精神先不着急开 等气球部队都到勇王的技能范围内 就是现在勇王开精神帮助气球部队规避伤害 接下来就等气球部队收尾场上的防御建筑 随着最后一个连弩的打掉 这版的三星也是成功收入囊中 现在比分就来到了67比64 还有四分钟结束 就看对面会不会发现被超过了 然后迅速的冲心 你欺负在动作 啊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